不好的风气 所以圣言长老说 不要捡摄例子 在他之前过世的 我的老师 应孙老师 也是不要大家捡摄例子 其实我记得那个时候 还有苹果日报的记者 在外面等着看 甚至用长镜头拉进去看 到底会不会捡到摄例 所以我觉得高僧 给我们一个很好的表范 就是破除摄例子 等于高僧的迷思 回到他生前的身教跟严教 来看他这个人 对人类的贡献比较好 好 我们非常谢谢 召惠法师的诠释 所以这一方面 破除了迷思 同时也放下了执着 那不晓得杨培教授 怎么来看待呢 身为师父的弟子 其实在过去 师父也常常强调 他的面对死亡这件事情 他的豁达跟自在 怎么样透过这样的一个仪式 或者这样的一个交代 其实印证了师父生前的一些想法 跟观念 好像一下子脑子很难进入到这个话题 不过我试着 因为刚刚看了那段影片以后 心里头其实还蛮激荡的 因为时间虽然隔了那么久 那可是这段日子以来 我发现师父的这一场佛事 其实陆陆续续在发酵 原因是 过去我想我们整个社会 对于生命 对于生死 可能都有一些既有的想法 那特别是我们受儒教的影响 所以整个社会 我想有一些价值观 可能到了这个时代 已经不那么合时宜 可是呢 人总是活在这样子的一种 价值权势里头 那师父我觉得他是一个智者 也是一个勇者 他用他自己的这一场佛事 他并不用说教的方式 来告诉大家 其实原来我们在原来的 价值事况里面 所认为对的事情 可能到了这个时候 我们都应该要来思考一下 这样做是真的对 或真的有益处 对整个人类 是不是真的有益处 我觉得他让他的行仪 或者他的这场佛事 让所有的人在心里头 开始跟自己 问起话头来了 就是问问自己说 我原来相信的这些东西 是对的吗 是真的吗 那我觉得这样子的一种疑问 出来了以后 那慢慢的我想 我们的眼睛所看到的 脑子里面所想到的 因为这个疑问 欣喜了 所以我们就开始真正地去深思 生命的价值 然后整个生命的意义 我觉得这个发酵 会持续不断地下去 因为我相信过去的整个价值 事况对人来讲 他在做生命的解读的时候 其实走到这个时代 有一些的确进入死胡同 包括刚刚召会法师讲的这个 过去我们相信的 现在可能不一定是 真的有那么大的意义在了 所以我觉得过去师父的教会里头 常常告诉我们说 提升人的品质 建设人间净土 这个话听着听着都有点 说句这个 我自己心里头的话 有时候听着听着 就变得耳边风了 那听着听着变耳边风的时候 可是一想起 师父用他的这一个生命 来说法的时候 就会发现 这个提升人的品质 其实就是一个 你对整个生命的态度 所以这个生死的大事 我们应该如何对待 我觉得师父就用他自己 来做了一次示范 那这个示范 到底每一个人将会如何看待 说实话 谁都没有一个 心里头有个底 因为过去的习俗 是不是真的能够改变 我觉得那要看每个人的 思考的深度 可是我自己的体会 提升人的品质 建设人间净土 好像就直接地从那个 对待生命的态度里头 就开始切入了 原来这么直接了当 这个 所以我倒觉得 我们可以静观后变 后面我们慢慢 是不是生命园区的生意 越来越好 刚才方长和尚说 已经有717位了 对 询问的人非常多 对 还要排队 没错 好 我们也谢谢杨培教授的诠释 所以师父有很多的做法 跟观念 其实是与时俱进的 不但他提倡 而且他自己做到 他自己行动来实践 更来带动 我们在过去常说 这也是一种环保 对不对 师父常常提倡 礼仪环保 生活环保 地球环保 心灵环保 那么其实 这样的一个植存 还有对生命的 坦坦荡荡的 这种自在 就是一种心灵环保 那么善德心教授 过去帮师父 整理了许许多多 如果说我们杨培教授 是从很多实行 也就是做 行动 这边来解读 师父的一些想法 跟观念的话 那善教授 他就是从学理当中 帮忙做分析 做整理 全台湾性善的不多 今天到了两位 我们欢迎善德心教授 谢谢 平常性善的 参加研讨会等等 都是行单有之 今天很高兴 能够跟善德心教授 在同一场 就是圣言师父 最后的一堂身教 如果要我归纳起来的话 因为那时候 我几乎每天都 买了好多份报纸 在看电视新闻 还有网络新闻 这些日子归纳起来的话 我大概会归纳成 底下的几点 就是所谓的 言行一致 无我无直 利益众生 所以言行一致 大家都晓得 佛教讲信 写 行圣 也就是说 相信 理解 要实行 奉行 然后来证悟 所以也就是说 不只是理论 而且是实践 我会觉得师父 这个真的是 言教与身教合一 因为师父生前讲过 死亡不是喜事 不是伤失 而是一件庄严的佛师 他也在很多场合 讲过 这方面的事 还出了专书 欢喜 看生死 但是这些 基本上是言教 而师父利用 他的这个身后的佛师 给我们一个 最好的身教 第二个就是 无我无直 师父的一言当中 有提到 在我身后 不发辅文 不传供 不竹目 不践踏 不立碑 无数相 不捡 兼固子 也不编印纪念纪 其实师父在教我们 禅修的时候 要我们去除自我中心 也就是说 去除我职 而且也教到我们 三宝的话 信佛 学法 敬生 但敬生 切记要盲从 或者说迷信 个人 所以我会觉得 在这方面 它完全是一个 无我无直的表现 甚至包括火化 涂皮等等 那天如果按照农历的话 是大凶的日子 诸事不宜 但是对于禅宗来讲 日日是好日 您还去查了一下日子 您还帮忙看了一下日子 我是看报纸才知道 第三个就是 利益众生 其实就像刚刚方丈和尚所讲的 其实要瞻仰 一大体的话 法体的话 其实师父已经不在了 他也不晓得了 但是是我们弟子需要 所以师父是横顺众生的需求 所以说那就 那就开放两天吧 也就是因为这样 我跟同修 还有很多人 才有机会 到山上去看 另外采用植存的方式 其实可以看得出来 他是用自己的生死 作为教材 教导我们一堂生死的课 所以我遇到很多 非佛教徒 也很受他的感动 而且也很多人跟我说 他希望将来 也能够成功